经过这两晚的探索,卢米安发现梦境废墟外围区域的怪物并没有自己想象得多。 他除掉无皮怪物、猎枪怪物、有黑色印记的怪物后,这么绕了一圈,竟然再没有碰到可攻狩猎的目标,只发现了几块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蠕动的血肉。 它们唯一的作用大概是充当食物。 而卢米安早已发现,自己在梦境里是不需要吃东西的。 他每次进来都经历充沛,不觉饥饿,探索或战斗了一阵后,随着灵性的消耗,疲惫的加深,会有类似饥饿的状态出现,但相当轻微,无需额外补充能量。 等这种饥饿感变得有点无法忽视,卢米安的灵性和体力往往也消耗殆尽了,整个人非常疲惫,需要脱离梦境。 经过现实的进食和修养,他下次再进入这里,毫无疑问又充满活力,没任何饥饿感。 探索之中,卢米安一边观察环境,一边搜索各栋坍塌建筑,又翻出来一些钱币,但并不多,加起来都没有超过一个金鹿翼,而具备文字的只有几本小蓝书。 不得已,卢米安尝试起深入这片废墟,他于淡淡的灰雾、阴暗的环境或坍塌或残存的墙壁间缓慢深入着。 忽然,他发现了一组浅而奇怪的脚印,这甚至很难说是脚印,因为左边那个很正常,右边对应的却是手掌按压后留下的痕迹。 又一个怪物,卢米安沿着脚印,悄然跟了上去,沿途没忘记审视四周,为不同的环境假想最适合的战斗场景。 终于,他听到了一点动静,于是不再前行,稍微绕了半圈,爬到一栋坍塌建筑的上方,借凌乱而沉重的石块遮挡住自己的身体。 紧接着,卢米安小心翼翼地探出部分脑袋,望向声音传出的地方。 那是一片很干净,没任何杂物的荒地,中央站着一个不知道能不能称之为人的家伙。 他粗看向人,细细打量,却充满各种不协调。 两只眼睛长在了鼻子位置,上面是嘴巴,下面是一对耳朵,鼻子镶嵌在了太阳穴边缘,一条腿一只手出现于肩膀对应的区域, 腰部往下同样是一条腿和一只手,整体仿佛人类不同部位胡乱拼凑而成。 这让卢米安瞬间就明白了自己追踪的脚印为什么是那个样子。 此时,那怪物套着阴地丝底层人民常穿的棕色短上衣和身蓝长裤,无鞋无帽,在荒地上来回走着。 卢米安眉急着狩猎,耐心做起观察。 没多久,这怪物抬起手臂,摆出了一个身体向后弯曲,脑袋触碰到地面的姿势。 很好的柔韧性,适合去跳舞,卢米安在心里吃笑了一声。 他刚闪过这么一个念头,那怪物就真的跳起了舞。 他的动作时而铿锵有力,时而美妙柔和,时而怪异离谱,但都非常有节奏感。 更为重要的是,这家伙仿佛仿佛没有骨头,手臂可以反向折到背后,下方的腿和胳膊甚至能互相缠绕。 作为科尔杜村的恶作剧大王,卢米安瞬间想到了对方可以有个什么样的绰号。 面条人。 而基于刚才的发现,他对接下来的战斗有了相应的预案。 不能以为闪到目标后面就能躲过攻击,面条人完全能做到前后一致。 小心舍脚,不确定是否有要害,但既然长着脑袋,那就先砍掉脑袋。 他思绪分成间,那怪物的舞蹈越来越激烈了,时不时张开一臂一腿向上跳起,仿佛要拥抱天空。 卢米安都有点被感染到,恨不得扭扭身体跟着蹦跳一轮。 他忍不住于脑海内调出了姐姐经常会放的一段旋律。 动刺打刺,动刺打刺。 忽然,卢米安感觉左胸位置有点发热,耳畔隐隐有虚幻到近乎不存在的话语回荡。 这让他头皮略微发麻,身体轻轻站立,仿佛下一秒就会听到那让他濒临失控的神秘声音。 嗯,卢米安忙用空着的左手拉开皮质夹克,解开那层灰白色棉质衬衣的扣子,低头望向了胸前。 他看见那个锁住自己心脏的黑色荆棘符号又凸显了出来, 疑似眼睛和虫子组成的青黑色符号则缓慢浮现,压在前者上面。 卢米安先是一症,继而泛起一个又一个念头,我都没有冥想,更没有维持那种状态好几秒。 面条人的舞蹈激发的,他的舞蹈涉及神秘领域,蕴含超凡力量。 还好,荆棘符号以这种方式被激发时,那恐怖的声音几乎听不到,不至于让我濒临死亡,走向彻底的失控, 只是脑袋会一阵阵抽痛,身体的轻微颤抖也止不住,呃,精神也有点混乱。 卢米安成为猎人后,还没重新尝试过在梦境里冥想,展现自身的特殊,因为他觉得风险比之前大多了。 之前也就是濒死,缓过来就好了,现在,濒死状态下,他大概率失控,这就无法挽救了。 而且,他怀疑听多了那神秘而恐怖的声音,即使运气不错,没有死掉,没有失控成怪物,也会留下难以治愈的精神疾病。 不是没有别的办法,他不会再冒险。 也就是两三秒后,卢米安不再因荆棘符号被面条人的舞蹈激发而惊讶错愕,内心泛起了无法言喻的喜悦。 现在这种不良状态,他完全可以承受。 所以,有没有一种可能,我学会这个面条人的舞蹈,与狩猎厉害怪物的时候,提前跳上一段激发,呃,不完全激发出本身在梦境里的特殊,然后冲向被震慑住的目标,几下解决它。 即使依靠舞蹈,特殊美法完全激发,应该也会有点作用。 我不奢望目标像猎枪怪物一样,直接放弃掉抵抗,能极大的削弱它们就足够了,卢米安念头奔涌,越看正在舞蹈的面条人越是顺眼。 什么长在鼻子位置的眼睛,什么高高位于额头的嘴巴,什么充当着一条腿的手臂,哪有神奇的舞蹈好看。 转瞬之间,卢米安起了强烈的爱才之心,并找好了理由。 奥罗尔说过,不能以统一的标准来选拔人才,所以为什么非得是人,不能是怪物。 他决定,在学会那种舞蹈前不受恋面条人,每晚都来观摩几次,争取尽快掌握。 当然,他现在打算先用对方做个实验。 他想试试为完全激发的特殊会对怪物产生什么影响。 卢米安迅速有了决定,没扣衣物赤裸着左胸绕过遮挡屋,从坍塌的房屋上跳向了那片荒地。 面条人的舞蹈顿时戛然而止。 他开始瑟瑟发抖。 他转向卢米安,匍匐了下去,趴在地上。 卢米安停了下来,不再试图靠拢,保持着一个足够安全的距离。 那面条人一动不动。 卢米安微不可见得点了下头,于心里自语道。 即使是面对没完全激发的特殊,这种较低层次的怪物也会直接放弃抵抗,表示臣服。 更高层次或者有非凡特性的那些不知道会怎么样。 可以肯定的是,效果没这么好。 卢米安望向面条人,露出了笑容。 来,再跳一个。 面条人不敢抬头,也不知道有没有听懂卢米安在说什么。 见好言好语无效,卢米安加重了语气。 快,给你爷爷再跳一个。 面条人浑身颤抖,依旧匍匐。 怪物听不懂人类语言。 那用什么和他沟通,卢米安颇有点无奈。 他献学献卖,用刚掌握的几个赫密斯语单词道。 我,需要。 卢米安后面不会说,开始用肢体动作表示起舞蹈。 那怪物看都没看他一眼,将脸死死贴在荒地泥土上。 你是不是傻子啊? 卢米安忍不住骂道。 他自己都觉得自己骂得没有道理。 毕竟前后那么几个怪物,哪个不是傻的。 最有战斗智慧的猎枪怪物,同样被人类的智商给压制了。 就在这个时候,卢米安感觉胸口的微热消失了。 他本能低下脑袋,看见荆棘符号和青黑色符号同时失去了踪迹。 几乎是瞬间,卢米安将目光投向了面条人。 面条人正好也抬起脑袋,用长在鼻子位置的眼睛望向他。 一人一怪物,你看我,我看你,都愣了一秒。 登登登,卢米安转过身体,狂奔而逃。 面条人一跃而起,凶恶追赶。 卢米安对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,奔跑速度又快过腿手不协调的怪物,轻松就甩掉了他,绕回那片荒地,躲入原本的位置。 他不是因为害怕对方才逃跑,而是担心真打了起来,收不住手。 梦境废墟里,也不知能不能再找到一个会跳舞的面条人。 在学会那种神秘的舞蹈前,他不打算猎杀这奇异的怪物。 等了好一会儿,卢米安看见面条人返回了这片区域。 他点了下头,无声自语道。 果然,怪物都有自己的领地,习惯在某个地方活动或者沿某条路线巡逻。 这和野兽很像。 接下来,卢米安耐心等待起可能会有可能不会有的舞蹈。 足足近两个小时过去,他灵性消耗了不少,有了些饥饿感。 休息许久的面条人又走到荒地中央,抬起了胳膊和腿。 休息许久的面条人。